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蜜蜜蜜公布忙 太阳连山 听医生说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是我们要拜日11点到12点报出 欢迎大家收听 欢迎收听 听医生说看的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行医师 我们共同的朋友 这次继续 再来采访蒋李龙老师 因为上次继续 我们请他来介绍 这个政府的水基金会在做的工作 我们感觉说很有意义 而且军医师 他书是我们台湾 日本时代最重要的一个 领土控制的医生 他做进去的事情 虽然割40岁而已 但是我有时候都自己 翻评我自己说 我割到70几岁做的事情 那有他的座 所以他这样 二三十年的生命 因为你设置出来就要20岁了 比较40岁 你看那20岁里面做多少工作 那实在是真了不起 不管怎样 我们这次想说 因为蒋李龙的阿公是蒋卫川 九尉水是他的八公 蒋卫川其实九尉水以前四 所以日本时代就过去了 他没看到战后的台湾 但是蒋卫川是有 经过战后 尤其二十八那段 我们台湾人 很比参的历史里面 中尉川也是有扮演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想说 今天又来请告蒋李龙 对中尉川的了解 还是说你的家族 在二十八这段参堂的历史里面 你有做什么努力 找资料 来把过去很多大家要不了解的事情 把它呈现出来 这个历史的重要性 这个我觉得有特地大家又来分享一下 你看你的了解里面的九尉川 选你阿公 你和他也有接触过吗 有 他过去的时候 我师大音乐室比较 我这样就没做过 所以二十三 所以你应该对他很有印象 是 应该这样说 我最近出版的那本 秋霞的一千零一夜 这本是在说 有一个副标 就是道上蒋魏川的二十八 道上是 我们爸爸妈妈叫阿公 所以他用他的祖童 他的媳婦 媳婦 用他的媳婦来 你的妈妈赠媳婦 来删他的公公就对了 对对对 这很有意思 是怎么想要删这本岁 好 应该说 改变以后 我们台湾的风气 根本都要过是很舒适 我听过很多前辈 那时候他们要很害怕 不是说改变 改变就是天下太平 不是这样 请知道我那时候进行 就是知道陈医师 为了这个二十八的 平反的运动做很多 可是我都感觉 这跟我没关系 因为我 为主持人 我1952年出席 出来也不要你说 二十八 我也不知道 我们说你二十八 还是那样重要的人 对 所以都晃晃晃过的日子 我们把皮奈弄好就好 你们阿公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们也是受害者 不敢说就对了 我们也是无知的受害者 对 他休一年的时候 我们高学长 阿公 就是高清福博士 跟阿公高李云 也讲李云 跟阿公的 你二十八的时候 手下的日记 把他印作签字 出版 没出版 就是印一千本 所以这日记 放过来十年 没有公布 对 我把这本印好的 这本日记 没有什么欢迎 一千本送出去 因为大家 那个 学者都有 他自己的 project 要做 没有人关心这一项 我只走一本 我也感觉 没有关心 我就走去 让妈妈看 我妈妈泪流满面 因为他一直知道 他做我们阿公的媳妇 二十八年 我们阿公过世的时候 他知道有一个存在 他不要看过 因为我们爸爸 我跟他说 说 那个 来容 叫他不要看 所以那日记 到后来是保存在什么 是 唱在我爸爸那 可是 我的姐姐和姐夫 移民去美国以后 我们姐夫也台大医学院毕业 他去美国 他要1971 我们爸爸常常去美国 看姐姐 我们国庁 知道这个日记存在 他说 我替你保存 他也要来研究 没有 在我们国庁那里 结果我们爸爸是 六十岁就 心急更歇 很突然死去 我们家没人知道 这本日记 我们妈妈也不知道 好够在老的国庁那里 所以1991 我们阿公 他知道 行政院 二十八研究报告 要做 我们有这本日记 我们快送给他们 做参考 结果都没有 结果是这个日记 我拿去美国 我妈妈 跟我说 他在阿公的生活边 每一天晚上 跟阿公 我们一句酒 头一 让我们阿公 跟我们爸爸 喝酒 他们两个 说的时候 我妈妈是一个日本时代 文青少女 他在文艺春秋投稿的人 所以他对立宿 很有幸福 他又因为受 他自己娘家 爸爸的影响 很尊敬 很尊敬 可是他模模糊糊 不知道他们 是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他在讲家 做媳妇 当年到 古列过年 就是抽云产物 因为阿嬷 会想到 重担死去的姑姑 要想到 那个圆骨 我给你打断 補充 让我们的听众 了解一下 就是说 军委川 因为军委主要的关系 所以在日本时代 其实也有 参加很多台湾人的运动 所以幕后支持者 战后当然 他这个政地上 他还有一些影响 所以他有做这个 叫做什么建设协会 他们这个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 其实他们是想成立 台湾民众党 对 所以现在就是要对这些公企 就是说 因为军委主要的影响 他的修理 战后 还想要做这政党 因为日本时代军委主 就做这政党了 虽然去由日本人把他拾不掉 但是战后国民党来之后 这些台湾的一些优质指数 也是想说 我们就要做这政党 准处台湾人的利益 所以当然这种的 在200时 这一定是 同点没有做计划 同局实际是不容许 但是军委川 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 那时候丹尼 他知道说军委川 在台湾人当中有影响力 所以就拜托军委川 去那时候的电台 就现在的新公企 我们现在的228纪念公园 以前就是新公园 那里有一个电台叫 台北放送局 都拜托军委川去那里广播 就是一直呼吁民众 别含军警冲突 那时候台湾人的领土 就有做这2个事件 处理委员会 这些属心 就那时候的民意代表 医生 律师 我们所知道的 一些台湾比较有名的 梦的人 都在那里讨论说 要怎么来要求丹尼改革 就是说叫丹尼就要 像说军队要守法 用人不能说 有这个省级的偏见 这个目标 台湾就要让台湾人 自己选管制定 做这些议会种种 其实这个訴求 如果现在看起来 是都很正常 民主政治的基本的要求 不过丹尼就 其实跟军委川骗 他表明都跟军委川大怨说 这个訴求我都要接受 我一定要改革 你就先拜托大家 不能再冲突 其实丹尼 输地就下电报 去叫军队派军队来 电报就说 台湾人叛乱 所以就要派兵来镇压 结果军委川 没想到军队一起来 第一个就没去台湾了 那时候军队就去 军委川的家庭 军队的台和暗沙 其实是两条路 一个是无差别的屠杀 就是那个21军 那是上岸 两边是无差别的 那一种是有台湾名单的 那是计划中的 已经跟台湾人家的领导者 或是有影响 那些人已经有名单了 就一个一个链 不然就台 所以那时候去到军委川的家庭就开床了 结果虽然军委川没中床 不过他一个族链 和一个后生 他族链中床死 后生的中床没死 同一粒战斥 这粒战斥 扫过两个就对了 很恐怖 因为他们的血噴出来 噴泉一样的 所以军委川是对阿兵的族链 对不对 所以后来 其实他就比通知了 比一年 他这个日期是逃亡的时候 开始下 他日期是一世人都有下 日本时代的人都有下 包括逃亡 逃亡的部分 他特别在逃亡中间 用复写纸 下起来 然后来底就是 从3月1号到3月27号 会军委的日期 他直接驾去南京 准备族 要跟他说 说遗亡 当日是怎么在搞事 他都在我的公布 当日是怎么说 他跟我答应什么 那天开会的时候 整个人坐在那里 他那一天的日期 可以删到一万日 你看看 所以这就是说 他那时时代说 他很不甘愤 也很勿扰 这个日期很有价值 当然当然 是怎么到1992年 那个行政院228研究报告 就是黄富山 那个赖涵 他们是主比人 军委的那些人 下的那些 一面倒就 没把这个落在那 没把这个放下去 所以你们才会想说 这台自己出版了 对 所以台湾人的历数 就是在这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告课 就是说历数 不能靠通在这来下 一个政府 一个政管下的历数 把我们绑七十几年 对 一个通在这下车的历数 十堆是 站在对他们优利的 来在下 所以他们 那时候的国民党的改正 就是说 台湾人叛乱 让共产党利用 然后就日本人权党 然后就说 这些 观空的台湾人 就是露灯 都这种的公反 其实是一堆地上的粉丝 让他们骗掉 甚至他在拜登 民众说 不能跟军队冲突 结果都动作判断 就是说地上粉丝 让他骗掉 这点我有点不同意 就是说 我在阿公的日记里面看到 他每天都在怀疑 这个陈宜是骗掉 而且他有当面去跟他说 说你一边跟我说 答应 你每边都 我说不完之后 你也说不完 你都跟别人答应 可是你都另外一边 你清兵 因为你应该过去 福建做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所以那时候 台湾这些地球粉丝 并不是那么天真 因为这点 我们确定 这要再来 稍微说清楚 因为这段就是 在日记法里面 一段很参唐的教训 对台湾人来说 解读的方式 如果不对 很残忍 对台湾人来说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 对 真的 好 我们先进一个音乐 我再继续来请教李隆 我再继续来请教李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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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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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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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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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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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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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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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行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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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报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认为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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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